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偷税漏税还能付出 袁冰岩的操作你学不来 据媒体报道 袁冰岩主演的电视剧《落花时节》又冯军 取得了网剧发行许可证 可以正常播出了 本应该是一件好事 但网友却对袁冰岩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同样是偷税漏税 邓某轮和范某兵就被封杀 袁冰岩却没有事呢 当然也有粉丝解释说 袁冰岩偷税漏税这件事的主体是公司 并不是他本人被行政处罚 跟那两位性质是不同的 性质不同 待遇也就不同了 袁冰岩其实是一个励志努力的女演员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直到2020年凭借一部古装奇幻剧流离 才彻底让袁冰岩完成从配角到女主的密集 1992年 袁冰岩出生于上海一家高知家庭 因为父母皆为高知 很小的时候袁冰岩便一直有奶奶带着 6岁时袁冰岩便在妈妈的要求下 开始练习鼓针 学习跳舞 之后更是顺利考进上海戏剧学院 在大20袁冰岩便开始出演夜问中间的秋剑云一角 虽然说不是什么大的角色 但是首次出演 袁冰岩就完成得非常不错 随后便接连出演冷枪手 《向幸福出发幸福的季节》 以及《老九门》等电视剧 凭借自己塑造的诸多角色 吸引了不少粉丝 在《老九门》之后 袁冰岩先后出演了《江夜听雪楼》等作品 她的古装版型时而温婉时而萨美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直到2020年凭借一部古装奇幻剧流离 在真正意义上的大火 本以为袁冰岩就此一路地走下去时 2022年7月4日时 就爆出袁冰岩所控股的文化有限公司 因为偷税漏税被罚款97.8万元 可能是看多了因为上亿的税务罚款 这次才几十万的罚款 觉得少了点 但这次逃税后 袁冰岩的工作室还能出来回应问题 甚至连袁冰岩个人的账号都没被封 相关的报道也没有之前明星那么严肃 机会所有的报道都是针对的袁冰岩的公司 而不是针对本人的 不过根据传闻 袁冰岩的父母都是公务员 袁冰岩在此之前就被查到购物问题 但都被押了下去 当然这只是传闻 当不得真 不过这次袁冰岩主演的电视剧落花时捷又逢军 取得了网剧发行许可证 这就证明被没有封杀袁冰岩 这件事会不会也有一大批明星来学习袁冰岩的操作脱离公司管理层 当个只拿钱的甩手掌柜 再次下红柱